國立台灣大學以不敗之姿 堆向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雙方比分拉鋸 就讓台大在攻擊活力上更勝一球 以35比32拿下三連勝 比賽前期台大與台師戰況焦灼 台大左右45度角的搖一金 陳鵬與攻勢猛烈 台師的防守實力也不容小覷 然而台師進攻端出現傳球失誤 讓台大率先拉開分差 以5分離線結束上半場 下半場一開始台大就遇上亂流 台師在正中兩人退場2分鐘的劣勢 日下持續追分將局勢逆轉 台大暫停回來之後穩住正腳 在賽目靠著7公尺罰球得分 最終以比分35比32 手下三連勝 我覺得可能是大家中場結束之後 上場看到有分差 所以就比較稍微放鬆 然後再加上前面的兩顆7公尺 都沒有把握住 那時候我自己有一顆失誤 然後被反快攻 來回這樣子對比數有點太傷了 然後大家的士氣就有點低落 台大陣中由體寶勝與一般生的球員主持人 也有幾位是剛接觸手球的新手 雖然陣容並不是那麼完整 但隊長也要已經表示 隊員的比賽狀況都比練習時來得好 在比賽過程中也有出乎意料的表現 我們昨天晚上討論的地方他都有做到 或者是他在比賽中慢慢調整 他們也剛接觸手球 所以隊員球長也不是很熟悉這樣 之後可能回去要再加強 台灣大學將於明日對上台灣體大 同樣是全勝隊伍 陳鵬宇認為台體在體能上有優勢 球風比較快 自己在場上要更快找到得分空檔 而隊長也要已經抱有絕對自信 認為一定會拿下勝利 記者林湘瑜 林涵威 台中報導